代理情形 1.本居於95年公道登陸北投媒體為本市歷史建築 公道建築為北投區溫泉段一小段10337建號 土地墮落於北投區溫泉段一小段31號 土地建築所有群人為台北市管理單位為台北市公務局公園路登工程管理處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平民單位為台版法人和北市文化基金會 2.本居辦理指南規劃及基本設計案實查原書不及在利用計畫所提供之地種 北投區溫泉段為常販文現況不符於1.2年5月24日 交開立事件入北投媒體修復期待利用工程委託技術服務規劃及基本設計 審查會議決議後續將其公施 小禮拜理屈段為期登陸裡總會堪 分明情形3.本居1.2年8月14日 邀集李文良委員李信良委員 王文中委員 劉淑玲委員 黃本森委員 交開立事件入北投媒體立足足溫泉段為期修正登陸理由審查案小禮 會堪結論 民意名稱為首北投媒體 任路理由建議修正如下 建築範圍修正建議如下 13號 辦理清新 建築運作主定範圍即編基為北投區溫泉段一小段一里三 新建築 建築坐落土地為北投區溫泉段一小段二十九 建築第三十七號的二比土地 其他補充資料 文化資產價值 屏幕報告 請委員強加固件 範圍示意圖 請參考 照片 請參考 議辦 一 引起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北投媒體 地球土地範圍及登陸理由 並審議結果 須辦修正公告事宜 一 名稱北投媒體 二 總類 宅地 位置 北投區中山路六號 歷史建築及其地球土地範圍之面積第一號 歷史建築文體為台北市北投區中山路六號 建築為北投區溫泉段一小段一零三三西建號 建築物錯落土地為台北市北投區溫泉段一小段二十九一號 比三十一號的苗密土地 登陸領遊及其法運依據 一 表現地域公貌 後名界藝術特色者 建築林北投區順地行而建 唯一日式陽空地暫行的約裝建築 二 具地區建築物被行之特色者 現有隔楼及地下航空地 室內有溫泉浴室且先歷史與地區特色 三 符合歷史建築信業建築登陸及配置審查版碼 第二條第三條登陸基準 一 民伴引起同意登陸 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委 同民營建築土地彈管及登陸理由 定義審議結果須辦搜證公報事宜 二 本體組合審議會審議與審議決議辦以後續上 謝謝 謝謝 市為有沒有這件事 報告可惜 這個沒有建築詩延報告的基本 發言 報告各位 各位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我們之前也有去看過 那有一件事情我們看了都覺得一定要提醒的就是 我們這個民庭這邊 它後面有顆小燕南陽山 那依據民眾的敘述還有在地管理單位的敘述 它之前曾經有被聯繫過 而且不止一次 那同時因為這個小燕南山也是從兩個大道網上 看到民庭之後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異動 所以懇請大家 其實我們就是把那個地方可能請 就是再來國產單位要設置一個避連崗爲的設施 因為它其實那個小燕南山旁邊就是這個民庭 它的餐廳的廚房位置 所以變成說相關的這幾年 可能因為極端氣候以後面的一些相關影響 可能以後被雷劈的狀況可能越來越麻煩 所以這部分懇請大家一定要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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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沒有意見 那一件我們就有聽說 這位的第三個案子 我們就連得到我們這次要跟他很明顯 我們就剛剛在第九案 第九案的結果 我們2023能合第三人公司 16人公司 預判處理人數 第九人16人 16人均同意 他到最後最後跟國犯法 同意修復其在任務 從國犯法 所以我們都要一番 那接下來這兩個十周期10號兩罐 是我們兩個案子 11月21 歷史建築1號兩罐 修復其在利用計畫審查案 及第十二案 歷史建築1號兩罐 變更土地範圍現號 及登入理由審查案 以及審議 因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四條 三十條 土地修復其在利用法 法第十三條十九條 辦理情形本局 100年4月28日公告燈 六一號兩罐為本市 歷史建築 並於102年9月26日 變更保存範圍及登入理由 本案歷史建築管理機關為本局 透過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 廣告找個遊歷接送過文化 部分有限公司取得基因管理權 該公司委託參謀者建築事事務所辦的修復其在利用計畫 本局於112年5月10日召開審查會議 112年6月28日召開副審會議 後進委員租審候 而112年9月1日提送修正滿計畫書 去送本審議會審查 本案於112年5月20日辦理註明會 這是公告 一級圖現況照片 你辦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查 並以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審議案12歷史建築1號兩床併桌 獨立辦委建號提電跟登入有案 依據文化資產法制法第18條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跟入廢紙審查 及不出辦法 辦行情形依本局100年4月28日公告 1號兩床為本市歷史建築 主定12年9月16日曼博 主範圍即登入景 並公告立即建築及其 定手族地辦委 送餐區東花段三小段 第1853建號 會登記建物之建築及東小段 396地號 建物作為全安委 中華民國萬一社會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局辦理 此安修不足在運用計畫時 查原有 定手主地公告範圍 請送餐區東花段三小段 396地號 因七十八年3月30日 396地號 大陸用地 以致中山居住文化段三角斷1853 建號有詳部份脫落於396-11 以逾101年9月20更新地景之料地 有公告為登記建屋之建築 以逾111年5月26日 登記為1853-11建號 並同修正在錄裏由 以文化之彩 以文之法程序 辦理天和公告事宜 辦理請醒一 本局1112年9月18日邀集 王會聘惠人王回奏 總理會員兒 主任會員白任留會員陳天良 會員兆開立時間主義 號兩張邊跟 定住主義範圍 建號集中入理由 存在小時間會看會看結論 想出見三 公化之產假執停庫報告 基本資料 位置 會看意見 照片 理辦一姓同一變更 歷史建築一號兩張定住主義範圍 建號集中入理由 兵提審議結果續辦受證公告事宜 名稱1號兩方總會產業設施 位置或地址 臺北市送單區八德路二段三四六項3號2號4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座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臺北市送單區八德路二段三四六項3號2號4號 建築本體建築建物為臺北市送單區東話段三小段1853及1853之一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臺北市送單區東話段三小段3961 1號及3961第1號部分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以表現地日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 統治倉庫為日治時期因應戰爭所設置之除倉一良倉庫 在後成為臺灣省北市1號倉庫 倉庫設置於現八德路邊日治時期期為連接 臺北城與中山縣勞合接的重要公路運輸通道 統治倉庫設置於此 可以期限當此的戰略運輸法量 反應日治時期之政府 民良倉庫機制之歷史 二 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 建築屋頂結構由八組大塊具墓造行層架升系 行程較大值儲藏空間外牆為專造成重牆面協議木構造在牆面內設設置隔熱板 上方設置窗口以排放熱氣適應臺灣高溫濕熱的氣候 二次戰後與東側增建混凝土加強專道出色 呈現不同時期之建築需求 三符合歷史建築今天建築更入廢職審材及輔助辦法第二條地 一二相更入基準 這是大為私益父母 你辦 本案提新本省一位省一 並依省一決一辦 你後續後勤建築史報告 好 先講話時間 好 各位的 人事報告一 下列組的章姐來做報告 首先報告序 本案原起是在我們議員團隊106人取得第一順位議員之後 我們在111年要繼續來執行這個案子 這是計畫書的章姐報告 那我們第一集目前就是以396號和396之一部分的地方 劉剛才所報告 然後是在第三個居台區 這是我們歷見登陸當初的公告 好 那接下來報告 我們史料之後幾天修復的 那這個案子最實質在1940年 我們進行建篩 主要是建證我們日治時期 以及彌虎藏的一個制度 還有長良史一些政策 建築形式是標準的統治商的一個類型 那後來戰後接收之後呢 由台灣省政府糧食局接收 那因為這個商戶後來公有化之後 使得中文商戶和這個農業產製的機構 脫鉤一片點的一個雜貨倉庫 那我們這可以從這個表面看出來 從這個1942年一直到1947年 這個中間其實這個名稱已經開始這個中文倉庫 那從1948年之後呢 開始由省政府糧食局北號一號倉庫 是這個名稱 那一早2014年多用之後 我們才一號倉庫 那我們整個利調的部分 我們都去收集了相關的資料 對於為什麼叫一號倉庫 可是沒有相關的一些結果 那整個這個案子呢 其實是建證我們這個 台灣工業發展一些歷史 從日子一直到台灣 這個統整接收 那建築物的結構包含這個 這個污啊 低頻 污價還有牆體 狼道是這個樣子的特色 那在這個外牆部分有一些彈筒 那我們也去查了相關的資料 應該不是大方炸 屬於這個彈片所造成的 應該是掃射所造成的 那這是我們這個本體的一些 結構損壞的一些調查 這是宿舍的部分的一些調查 那我們左邊也看到103年 那個時候需要修復前的一個狀況 那右邊的部分是105年修後的一狀況 接下來包括修復規劃和它的資產 那這部分包含了屋頂還有狼道的部分 是主要的問題 然後物價的部分也不能排便 宿舍的部分 兩戴一些袖子還有避癌 那我們在歷史價值的部分 主要是建證的當時一個糧食政策 科學家的部分就是牆體 它的隔熱的作用 那我們在修正的建議的部分 這是我們報告書的部分 那上次會刊之後 我原來補充 我們在這個整體的北部的 因為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八個路 它的溫運輸的重要性 反映出它在北部的兩艘的重要性 再來報告再利用計畫 那這個案子主要我們在修復再利用 我們不會破壞到原來一個建築物 以獨立的建築框架 那建築本身的搭構還有其他部分都保留 那我們再利用的部分 會延續之前的口碑繼續發展 那我們再利用的部分 在一樓部分的樓梯 會做成這個無障礙的樓梯 加設這個升降 二樓部分增建樓板 那這部分把運用餐區的空間 互相來做一個活動 那我們用回饋的部分 包含這個藝術之旅 回饋時段還有社區的部分 我們再來的部分 我們都依照 還有商量的一條塔都在補充 那廣位的部分 我們特別注重防潮和防水 那整個的案子 我們會 好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整個資料的調查 那相關運用的資料 再來我們很重要 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也招待了社區的說明會 這個說明會 里長特別關心 投票在手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都會做影響 好 商量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要兩三次在裡面修圖過 然後去進行的照片 你幫好了 這個案子 那多五個問題 謝謝 那你請 這個報告書裡 其實我們也講了滿多次的 然後我記得 去榮溫這個 我會建議講的滿清楚的 這個呢 這個 規劃到裡面完全理解 就是其實它是那個 統治倉庫 那那個統治倉庫 那那個統治倉庫呢 其實數字政府 它為了要管理 所有的女娘所設的 所以呢 它不會是我們職業方面 寫的 就是 脫離政府的 數字型合資清潔 這個 這個 跟那個 之前的 那個組合 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那個 統治組合跟 之前的那個 那個 那個統治組合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應該要修改一下 那另外就是 從這奧書裡頭 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 這個一號兩倉庫的名稱 從它沒有在類似地方出現過 然後一號倉庫的出現是 本次一號倉庫站後 那我覺得 要不然你就變成 這個一號倉庫 要不然呢 就是日子時期的名稱 然後 如果 降臺不會出現一個 這個 一號兩倉庫 從而沒有出現過的 女生 就是一名的女生 謝謝 謝謝 謝謝王老師 謝謝王老師 各位還沒有什麼應急 所以的話 王老師 聲宣請 瓜哥 做得 好 總統 OK 那我們就 這個 那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注意我們要 聽說其次二三人 為第三人 所以總共處理委員 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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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達到過半數 同意 變更 立志建盧 給所有美女 訂做其放的 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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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定義審議 結果 續辦 修正公告 請 審議二十三 立志建築 緊地日式宿舍 黃宗乃路二段 六十七號 修復集再利用計畫案 提起審議 立志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二十三十號 也繼續 立志建築 緊地日式宿舍 黃宗乃路二段 六十七號 立志建築 黃宗乃路二段 六十七號 立志建築 定於 白安 實踉 立志建築 ум 立志建築 立志建築 北京 本座 政策 立志建築 市眾的審議會搜查 檔案理 112 年 8 月 23 日 辦理說明會 請下委公告會 立即推 這是現況照片 已辦 檔案理請問 審議會審查 因審查決定辦理後續 接下來請見的時候進行檢報 本次檢報依照下一個章節來做報告 首先報告序論 這剛緣起是在我們102年 立接取得經營權 然後103年就完成 111年我們持續要來經營 這是計畫書的章節 那立即的部分就是262和263 兩地也是主三的部分 這是原來登入的公告 接下來的報告是要收集 和收集證書 那我們這剛才是在1930年初期建成的 營造單位就是一個 簡進自宅信用利用組合 開馬營造單位組 那我們先查出來 登記所有前的自高利用設 它是私有自宅的 類似高利用設 形式是類似高利用設 第三點提展 其他的部分我們都 這個後續的接收 就是臺灣總督府執行山林科 這部分交接給林武局 那整個接收歷程 我們林武局接收之後 就會登記國有 1969年 那有一個中央各機關 學校的選擇主義單法 2002年開始 我們國家對於這個國家資產的部分 有同意執行的要點 那在都市計畫 1947年 特別是都市計畫霸奔之後 我們這個地方會開始變分 1997年開始有各類的律地 那形式的中間部分 開始了一些R型的建築 那中間有相當多 豐富的一些歷史建築 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查 那這個案子 要特別介紹一下 性構力組合 那原始是在1997年第二次的戰爭 後來日本政府 依照這樣一個民間的一個組織 做了一個產業組合法 後來延伸到了臺灣 那臺灣第一個 建築的性構力組合 就是在基地的附近 千歲建築性構力組合 讓我們整個案子 錦音的部分 就延續千歲的部分 來繼續發展 那生命科後來接收 好 那整個案子 我們也去調了這個 總督府職員陸 那是沒有高 沒有這個 長官陸入在這個陰區 所以也進入衍生 發生是一個私有負債 整個案子也展現出 人間的開發活力 好 那空間的構造 這個案子 特別有一些 蓄子型的一個建築配置 它是一個撥片 我們看到這個顏色的 裏分的狼道 好 那建築物特色 包括屋頂屋 還有屋架 出盒子 墻間的構造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日式庭院 那目前現況呢 就是有地圖的還有外牆 原色的部分一些 變色跟青苔 那窗戶的部分一些發白 好 那我們也把103年5月的修復前的狀況 和103年12月修復後的狀況 有關文字的部分 它在歷史價值的部分 它是一個特點的一個產業制度 藝術價值的部分 就是它的庭園和整個格局 好 那我們在這個修正的部分 公道的部分做一個修正 這個部分來做一個說明 那整個的修復原則 它可以依照我們現況 還有一些必要設置 都可以修復 在地平與靈板 無面板的部分修復 外床 外床與布板 還有布袋的部分 可以依照 形容到修復 好 那以後再利用的部分 我們會延續原來的一個架構 對於這個日式庭園的一個風格 那裡面的一些內容 然後交通位置 非常的優秀 好 那我們也再要延續原來的風格 四個面向來具體發展 好 那相關的一些空調 住房等等一些設施 我們在做一些補償 好 那這是未來的一些 我們經營的部分的一些 創意價值服務 好 那修法跟障礙的部分 我們都會來強行為 一定來處理 廣為的部分 我們突典的屬種 防潮跟防水 好 那預算跟期程 好 那一定會參與 好 這是我們三個的文獻 和資料 好 那我們特別去辦了一個 社區說明會 那具體對於這個 油煙 等等的一部分 有一些建議 然後後續做一個參與 好 謝謝 好 謝謝 只是你對靠谷一直的概念 我陛下對你溝通 溝通一下 這第七頁 你說那個 必要的靠谷調查 結法研究 就是說 經調查歷史無資 這本來定作土地 因為農地 所以推測 無重要的人類歷史 就是因為是農地 所以沒有後來的勞動 所以陛下如果有埋常文化資產 他才保留在那邊 這概念很奇怪 我覺得那個可能 建律師要稍微 稍微調整一下你的概念 另外一個說 會避免考古挖掘破壞現有監物 建議物一本資 計畫是說 靠法學怎麼會破壞建物呢 我們當然是不會在 靠法學不會在破壞建物狀況底下去執行 這感覺我覺得有點誤解 所以建議建律師稍微 這個概念稍微調整一下 就這樣 好 接照 那就位請建律師 在這一個部分 再做你的議題 那我再提供一個意見 就是我看你的報告書的論文 就這份歷史建築書 它其實 除有權分歷是私人 然後它是緊盯附載信用用主 和所完成的建築 所以它其實不是官司 所以這個部分 你說行至於高等官司的第三種相法 只是從那個面積去說 它就是第三種 其實這樣是不是很正確的寫法 所以還是要合歸到 它是一個組合建築這個角度來說 才是比較正確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報告書內容 才是要去評論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就去照王偉雷前 再做一個修正 那 這也是很 因為這個名稱就是日式宿舍 名稱就是日式宿舍 所以有沒有製作機要 可以另外另外再問你們好多 日式宿舍其實還可以啦 因為它是日式的建築 然後這樣做出色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名稱這樣還可以 你說報告書的內容裡頭 就盡量不要有錯誤吧 要不然以後大家就會 一直飲食飲食飲用完後來做導覽 這樣就會一直給我傳媒 好 謝謝二位 好 謝謝二位 好 謝謝二位 那這個就這樣子 那 我們最後一趟 人數還夠嗎 夠 還夠 是趕快 趕快 剛好 剛好 那就拜託再堅持一下 好 所以 剛剛這個第十一案跟第二案的一號兩案在 那這個 數據人數跟考驗人都一樣 二三人有三人迴避 數有人數 數人 均同意 達到屬於我們後半 同意 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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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劍根 劍根 我們這邊做情報 好 那我們就新元街的部分 就依照這個大方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基本上這個新元街3號是在2022年 被分立為議事建築 它所在的位置就在陽光三國標公園裡面的 例行段二角段235號 那昨天事實上是有豐富的文化生產資源 最主要是臨近草山域賓館 那藉我們這次的調查事實上是有 更理清楚他的過去的身份 那基本上他就是為了紀念東宮的刑期 和慶祝他一成婚 他就展開了一個所謂的造理事業 那這棟建築在日本時代就是當時的 這個明洪湖的事務所 那這樣後這個事務所就被 所謂的草山管理局這邊接管 那因為這邊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政治中心 所以特別處理了這個 有這個管理局來處理相關的業務 那他這個這個所謂的事務所就變成是他的宿舍 那這個是管理局跟這個宿舍它之間的一個位置關係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他昨天就是明津這個草山域金管 那東北這一區就是革命實驗研究院的一個宿舍 那透過我們的一個調查 從它的基礎和它的物件 基本上我們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說 它日本時代它原有的大致的一個樣貌 跟戰後的一個增減的一個狀況 那左邊這個就是我們復原的可能的日治時期 包含事務所空間的這樣的一個機能 那右邊就是紅色的是後來往事項增減的一個部分 那從它整體的構造來講 基本上屋頂就是有包含了機動罩跟切膝罩這樣的作法 那屋架基本上就是和小屋 那軸屋是金魚組 那這個內部的構造有可以看得到小五屁跟木層屁等等 那較有趣的是它的這個基礎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楊明山這邊的這個地域特色 它的連續基礎跟獨立基礎 都有本地的這個石器的這個工坊 那這是它目前所犯的一個狀況 主要是因為肉水造成的腐朽跟白溢問題 那它的文化資產價值 因為我們有些新發現 所以我們在歷史跟藝術的部分做了一些補充 就麻煩委員參閱手邊的資料 那目前整個登錄的這個歷史建築的本體 我們也維持原來報告的一個登錄範圍 那之後的修復計畫 基本上就會分成兩個部分 然後一個四四十期跟戰後的一個改變 那因為是上歷史的部分是涵蓋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以 戰後這個楊明山管理局宿舍的這個方向 來做一個大致的一個修整 那這個上四十期 我們就會比較要復原它的原貌 那戰後的部分就會比較彈性使用 加力性的材料通貌 那這種經費有概度大約是1700多萬 那後面的再利用的部分 基本上它有它的地域性跟這個時代性 那考量它本身的特色 還有它周邊有庭院跟周邊的連結 那基本上我們就會去呈現它的歷史中間 並且考量它的安全性 來做一些彈性的一些再利用的一些設施 那整個地位呢 基本上我們會把它設成是周邊的 這個文化資產串林的一個重要節點 那在利用的方向基本上會是 朝負荷式的文化設施做一個短項 那短期可能會做我們的台北市的 這個老房子文化運動結合 那長期基本上應該要跟它旁邊的 現在在進行的這個草山域運管 在利用再做一個整合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這個基地跟草山域運管 之間是上次很緊密的一個連結的一個關係 那基本上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在利用規劃 目前初步就是規劃成三個部分 就是有展現展覽交流空間 然後再來是這個歷史空間的修復展示 最後可能會有一些參與的一些空間 簡報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有沒有時間 三十五大師 你快的提醒一下 這個因為我看那個等高線 就是在那個 這個我們現在這一位 這個西連結上 跟那個草山域運管 那一代的地方也是比較舒服 我不確定這個地方在蓋的時候 是不是挖方 就是你如果說確定它是挖方 那就沒有什麼後續 就是滿少文化資產的問題 如果說它不是挖方 它是原來就是這樣的地形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能要考慮 它是不是有地下滿少文化資產 那你這個案子裡面還包括了一些新的設施 包括了排水式規劃 要有陰井 要有芒鉤 要有一些無障礙設施 又不想覆水下水道的連結設施 所以這有些挖方 沒有一些挖掘勞動可成的一些職工的項目 所以我想說你應該先確認一下 這地方是不是當初是用挖方式 然後才蓋建築 若不是挖方式 我覺得你真的要考慮 是不是可能有地下的滿長文化資產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檢診室 在做一個訪問 我也有一個意見 就是稍微提示 剛剛的報告 應該在這裡提到 這個地方是陽性化 硫化器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絕對不能用烤物器 好不好 包括露層天空 包括其他一件 然後不要弄 包括其他一件 其他回應就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今天表演 那這個報告 應該第13案 的禁錦 就是出這 那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 那序五年 二三人 唯一三人 序五年 這三人 這三人 紅一人都打造 序六年後半 所以本來紅一 休息一下 這個計畫 好 好 為了 說到平時的動議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的話 我們就非常 謝謝各位的堅持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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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最後一項的話 請問 另外還有就是 跟主席報告一下 因為今天有關 審議案 一二 所以我幫你按錄 三三號 跟三十五號 還有那個 警案七的經濟民勾的 那個登陸旅遊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 一號燃昌的 那個名稱的部分 那個下一次 我們會 在會議上 會再補充做報告 好 謝謝 那我再報告 第14案 的 第一次見譜 新人區3號 休息一下 六人體報告 那本案委員 總能做到三成 同意三成 所以有些13人 遇判處委員 出行 所以有些13人 無尋同意 可以達到 這個的過半處 所以 等於 按決議 同意修 已經在六個法 成功 謝謝各位 請 請 請 收下 請